啊這高高的樹上怎麼會結肉粽咧 齁 咖哩的 哇 麻 啊這釣在牆壁的肉粽應該叫 手頭肉粽齁 而且啊 我們還沒沒肉粽 沒沒得這樣啊 登登登 瘋了嘛 一旦咧 我來吃一下 我比較不敢吃的 你比較不敢吃 這樣會做一個立委種 有啊有啊有啊 可以可以 包粽包粽 還有那個總統粽 粽總統 哦 夠香咧 你自己家也說香 好啊 很好吃 嗯 高高的樹上結的檳榔 誰先 哎唷啊 親一下朋友啊 啊這高高的樹上怎麼結肉粽咧 嘿 嘿 齁咖哩的 哇 麻 嘿 還有皮蛋耶 啊這釣在牆壁的肉粽應該叫 手頭肉粽齁 而且啊 我們剛剛賣肉粽會賣到這樣 那如果說手頭釣肉粽在賣就夠了 如果用天車來煮肉粽就真的太誇張了啦 而且在台南用自米來做宵吃的東西 也是全百行 到底有什麼肉粽要掛手頭呢 是肉粽比較好吃的 還是那種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知道 我要說一個手頭肉粽的故事 跟阿龍一起用炙熱大鍋 釣起滿室香氣 衝突怪味 包容千萬創意 這是一段凝聚家族力量的故事 出發 總要有個方向 走 我們到台南去 肉粽一起鍋 比肉粽味不會輸 回到端午節一樣 很香的粽味 好吃 真的嗎 有 喂 妳再拜託 妳拿這台要放火喔 沒有啦 我們以前 我們也用這個 規劃燒肉粽 對啊 但是我不知道妳在桌爐 都有管線在的啊 沒有啦 我們現在 因為要讓肉粽都擦肉粽 所以我們現在都用這種 底層放直上來煮飯 分到直上來煮飯 以示範的紅外線 本身會讓它的肉質更好 水質更軟化 這樣喔 對 這才會太專業了 二姐說 因為我們母粽都是用水三個 所以水一個好壞的 也是這個很重要的音樂 如果說到這間肉粽工場 一天就要煮兩千粒 如果剛才端午節這個大葉 絕對是用蠻來算的 如果說到他們家 現在沒有肉粽 沒有開工場的規模 一切公路就要感謝 當時的手頭肉粽 這麼小粒的 二姐 有 這是要叫一口粽 或是叫小肉粽 這都可以 因為現在人都吃很少 吃比較親自 妳這是迷你種的料嗎 對 對 妳看很老工 妳一顆肉粽 一顆肉粽 我拿一顆 這算肥肉 對 一顆瘦肉 一顆香菇 鹹肉粽 鹹肉粽 這就要結蔵的大小了 對 妳米是可以包多少 妳也是要適中 米雙雞也不好吃 雙雞也不好吃 所以麻醉衰小五丈俱全 對 米啦 鋼都不能減了 都不能減 肉粽這個東西 像我們經常說過年的氣氛減少 其實過節的氣氛也開始減少 其實以我們台南市來說 我們肉粽上面是差不多 我們 差不多一般三餐的主食 對嗎 妳台南很奇怪 不然我們說 對 妳台南像米糕 肉粽 都是糯米類的東西 在台南特別大家喜歡 要吃糯米類的東西 所以台南說 煮米骨就是我們台南市 台南叫煮米骨 有特別的關係 台南人比較喜歡煮米做的東西嗎 我覺得主要是習慣最多 我們人有一個習慣 吃慣食 好餐 好餐就對了 所以台南人的胃是分裂出來的 對 訓練出來的 其實肉粽的由來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現在的人為了方便和怕麻煩 所以變成不像白肉粽 讓肉粽的文化漸漸消失去 但是大家也知道 肉粽在外國人的甘中 算是中國文化的一段特色 就連韓國人也想把肉粽拿去煮菜 變成是他們發明的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想看看 能不能讓這項祖先的地位 在我們手頭消失去 妹妹 妳在包什麼 包這麼大 妳在做什麼東西 種狀元啊 這 這波通長 對 這狀元 對啊 等一下我拿我的迷你狀 你看看 差這麼多 這如果一口 這如果算一口 這差不多要煮飯的飯 有 差不多兩碗 兩碗飯喔 你會做一個立委種 種立委 有啊有啊有 可以可以 包種包種 還有那個總統種 種總統 沒有特殊材料 所以這主要就是應付考生 給你一個好彩頭 對 但是 怎麼會做這麼大顆 你做普通的 你把它叫種元種也是可以 因為它裡面 線多 有啦 你這肉 這麼大顆啦 三顆 三顆 三顆喔 所以你這料還沒放完 對 這看就像便當嗎 對 包一個便當 你知道包這個小料的這個 這樣多久了嗎 喔 那不用一分鐘把它包 這個比較快 比較久 包這個比較久喔 但是喔 因為它料比較多嘛 我計時一下喔 預備 我會營料咧 開始 好 OK 20秒 你跟我說這個要一分鐘 你包種元種20秒耶 哇 你包...包肉掌是包幾年了啦 包10幾年了 這樣包肉掌愛天分嗎 要喔 也是要喔 嗯 好噶喔 好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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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迷你種我就會招到10幾顆了 那種元種 開始 幾秒 一分半 一分半喔 一分半喔 這樣子還算不錯啦 對啊 還可以啦 對啊 形狀也出來了 還不錯耶 這來看哪個中東候選人要吃 吃這顆包種的啊 吃這顆包種的啊 對啊 對 有的嗎 穿鯊呢 穿鯊要炒在裡面的冷凍庫 來包種 你這裡還有冷凍庫 有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冷凍庫是在儲藏食品的 你這裡包種嗎 對 要在這裡包種 所以要穿鯊沒拿到 快點 在包種喔 這裡就是了 所以現在看一桌了 我們包裝喔 我們包裝都在裡面包 包裝為什麼在裡面 這樣保持東西的新鮮度啊 這樣要求喔 對啊 跟一些通路再配合 他們的要求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啊 還有新的 來來來 平常我去很多邊啦 一度其實 還好 還好 其實真的假青 沒有啦 你就知道 這裡的包裝室 對 今天是剩包裝室 你看 有沒有像韓劇的感覺 好 你好 你在冒煙 啊這個門是在哪裡啊 這個門就是 我們馬長把餓 就是放在這裡 冷藏 也是一樣 冷凍 一般跟通路要求它是一定要 百分之二十度的溫度 裡面 二十度以下 我們現在目前 因為一般的溫度 就是百分之大概五度 五度 五度喔 這比這裡多了 是 喔 有感覺了 藏油餅皮耶 剛剛過一個 冬午節的寒冬的感覺 過一個冬午節的寒冬的感覺 過一個冬午節的寒冬的感覺 所以這 通路的要求 是要求負五度喔 通路一般是要求 不然是二十度 對 你是說的通路 是哪裡有通路啊 是一般那個 便利上天的溫度 便利上天的溫度 便利上天要求負二十度 對 那三個營餅過 對 上天你的溫度中心 然後再配送到每個 每個那個 便利這邊的溫度 對 現在外面雖然有太陽 但是冬天冬天冬天 來到這裡 你看很像冬天 有北海道的感覺 會冬這樣 看一看 看這頂人 穿成這樣跟人流來這裡 是怎麼樣 快點 你有雞的脂肪在那裡 你在怕什麼 快點 來比賽 五分鐘別人 沒有 我不會去蕭蕭 現在要送過去嗎 我們現在上次來這裡 我這幾個沒人在看你 不簡單 肉掌還可以上架 跟便利商店的貨架上 可見它的肉掌有相當好的品質 而且說30幾年來 對北部的秋頭 團到現在兄弟之間 為了合作 除了保留元素的口味 創新的口味 也是他們的自勝武器 但是這 劈彈 蘑菇 莎莫魚 還有麻 這包著肉掌還不可以吃嗎 像這個口味 它肉掌的 邏輯來想 都很想不到 對 你像我就想不到 皮蛋包著肉掌 裡面吃起來什麼口味 你怎麼吃過 就是現在原來就是 放下去之後 我們才來吃通貨 我是很開心 弟弟 你們做完這樣 十幾年來 我們再吃過其他 比較特別的口味 其實我都吃了很多 吃過 我也是一些東西 都 像藝人肉粽 如果我做過 有新產品的出來 我也是一些古產品 炒在那裡 所以你們 這個吃起來 不是都你們三個在吃嗎 大概都 這幾年都是我在研發比較過 你喔 你把所有的肉掌做成 煮一煮一煮 吃一煮就 投出來 應該是 應該是 沒那麼難吃 所以你們把吃過 匪夷所思的東西 吃到要投那個嗎 很吃 我這麽我很可憐 這麽皮蛋包的肉掌 裡面不知道吃的 什麼樣子 比較有什麼口感 像你們四個兄弟姐妹 做這個 有時候因為 比如說開發的東西 或是公司的業務 會有一些不爽快的 玩家是不是 也是常常的 是想到想到後悶了 現在是應該我跟弟弟吧 你們兩個喔 像我當時說這樣比較好 但是也跟他說這樣也不太好 譬如說呢 弟弟你比較堅持的保護是什麼 這是我關鍵的問題 因為本身我在美商台國 所以 要關鍵比較新 要關鍵比較傳統 對喔 比較保守 人家說水汁比較慢 有時候也會消化 為了要搞得好 衝突總是難免 就清楚這讓人想不到的材料 包在肉掌裡面 看起來是很衝突的口味 但是煮味越好 吃下去就知道 現在我們面前的這裡 都是要試吃的 對 我們創意的一些重點 阿姊 阿姊好 嗨 楊瑋 阿鄧 你好 妳今天要來吃肉粽 真的嗎 來 歡迎 我們今天剛好有試做 九種的口味的肉粽 真的嗎 一起過來品嘗 不過 你們怎麼實在 我們伯伯都做小事店 阿姊 妳好 今天我們要試吃 幾種很香味的肉粽 很香味 這樣做吃的 基本上的味覺應該比較靈敏 來 給惡劫一些意見 阿姊 她說幾句 不可以說幾句 我對 妳也要說幾句 像我現在看這個 一些東西 贏掉 我們在動作惡作劇 來 這是一個味道 這是什麼 噔噔噔噔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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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會怕沒 我 今天是 一種 sites 我想說 field 部分 米 它的味道會改變 我來吃一口 我不敢吃的 無辣魚 二姐 你覺得我為什麼不敢吃無辣魚 它有頭 還有它 因為無辣魚頭小了 你每次去頭盤吃很奇怪 我整隻魚頭吃 我覺得我把牠的髮型 把牠的髮型 把牠的麵都吃掉 我就覺得怪怪 但是你看牠是白色的 這無辣魚啊 我怕破粒了 夾夾不拉魚 有海鮮的湯 海鮮的麵 這不錯 阿德在幹嘛 這改變我們對肉粽 那種客伴的印象 我覺得這一定很成功 這別說我們是老王 賣瓜自賣自誇 遠點來吃中途的客人 對我今天的創意肉粽 也是贊不絕口 不知道老闆媽是什麼感想 而且我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當初在笑頭掛肉粽 對 對啦 這皮蛋 聽到我就要怕死了 我就不覺得 不會啦 這皮蛋就好 我一聽是覺得不錯啦 但是聽到皮蛋 什麼肉粽裡面很怕人 不會啦 多香 夠香 你自己家也說香 好啊 真的好 我剛聽到大姐說 說你們這家頭肉粽 以前是咖啡店 對 怎麼咖啡店做到米肉粽 對 我以前是咖啡店做得很大 三十幾年前 我們這附近去廁所 很多工人都是高雄來的 對 都帶到我一家庭 對 水大就來看幾水了 來 吃米肉 好 到阿波 到阿波 你們家都沒人家賣米 對 我是說 問我 白瓜肉粽來給你們吃 我那裡 我的頭髮 一張手 很大 現在我就 白肉粽 白肉粽 就把他們釣給他們手 對 現在他們 發抖腰 就來買一顆 兩顆 要吃 我做很多 都釣給他們手 手很大 那要買自己套 自己扶錢 就釣到頭肉粽 對 一頭肉粽 如果不是有過 這麼一次偶然的機會 可能楊嫂他們家的雜貨店 現在應該會被便利商店所取代了 機會不是常有 但就算把握住了 也要能突破自我 就像傳統的肉粽 加個新滋味進來 也會有一片新的天空